高度军 金龙抚佑 您应该就是这天象中所显示的鬼星啊 您这条金龙缺少一只眼睛 因此不能腾空而飞 您要是想成大事 就必须给它点睛 独军 孙天师怎么说 找眼睛 眼睛 龙的眼睛 如果没有这只眼睛 我就当不了皇帝 这么大的叶蜜珠 让我上哪儿去找啊 独军 我刚好知道 哪里有这么一颗叶蜜珠 你 为了一颗价值连城的夜明珠 土匪猪老爸血洗苏家 当年要不是干爹恰巧经过 估计我也死在这里了 那苏家就没有一个活人了 珍珠的奶娘白妈妈 回家探亲躲过一劫 后来也是白妈妈出头 给苏家料理的后事 那夜明珠呢 朱老爸翻遍了苏家 也没找到夜明珠 传说苏老爷断气前 把夜明珠交给白妈妈 少爷 那白妈妈真的有夜明珠 白妈妈就住在四季 咱们去白妈妈家看看吧 东南 怎么了 少爷 我撞人了 撞人了 东南 少爷 血 东南 小心 不许动 起来 你 你什么人啊 没见过土匪啊 少爷 救我呀 姑娘 车和车上的包裹你随便拿 别伤他性命 好 把你的车和包裹留下 向你走走的位置走一百步 走啊 走 一 二 三 少爷 救我 四 五 六 少爷 救我 四 五 六 姑娘 姑娘 少爷 见了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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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车 少爷 怎么走啊 走 我回去呗 白妈妈 白妈妈 少爷 东南 快去后面看看 白妈妈 白妈妈 少爷 没有 走 请问我邻居 有人吗 有人吗 大爷 阿维 你们是 我们是白妈妈的亲戚 请问白妈妈去哪儿吧 白妈妈被高都军抓走了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大爷 不用问了 好 咱们去城里看看 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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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来 让一下 寻人 高某舅有苏妓组织对 少爷 少爷 这高都军 真的是苏老爷的朋友 未必 那他为什么找苏小姐 还把白妈妈抓起来了 应该是为了叶明珠 你好 我是苏府的老管家 我叫苏丰 您是 我是高都军的秘书秦阳 秦秘书你好 请问苏小姐在哪 您稍等 秦秘书 这是我们苏小姐 这是秦秘书 秦秘书你好 你好 这两个我看都是假的 我看也是 苏小姐 您也知道 自从都军 把徐人启示发了之后 这冒充您的姑娘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我们都军日正繁忙 实在是没有办法 一一面见 连真的假的都分不清 还找什么找 苏丰 我们走 小姐 别别别 苏小姐 如果您是真的 我们当然欢迎您 但如果您是假的 那么就请您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秦秘书 我们小姐大老眼的来 您这个态度 有点伤人吧 这样吧 三天之后 高都军将要在府上面见 所有的苏小姐 请您到时再来 我才是苏珍珠 我是苏珍珠 我要见高都军 哪来的严小子 到这儿来胡闹 归了去 谁胡闹了 我就是你要找的人 怎么有养如猪呢 苏小姐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马有香 你这样不男不女的 你 怎么说我伤人呢 为什么苏小姐 就不能长成我这样啊 世里小人 少爷 她好像就是 投咱们车的小偷 你们 马带给我轰走 给我轰走 你 你怎么这样 你 好啊 抓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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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就是抓住她 来 去 好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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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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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这儿 ilateral 以及 站住 站住 别跑 一群笨蛋 跑啊 怎么不跑了 你们俩想 想 想干嘛呀 你干嘛呀 你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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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少爷 老陆 一会儿当兵的追来了 千万别说见过我们 好 好 放开我 这什么破椅子 这是碧珠还成 珠 我还是一只野猪呢 想跑 野猪最怕我这只猎狗 你们两个大男人 欺负我一个弱女子 不要脸 女子 干什么 别过 别过来 那 若女子 请把我们的车和包裹 还给我们吧 你还偷了高独军秘书的怀表 和苏小姐的手镯 你说 我们要是把你交给高独军 结果会怎么样 你们凭什么说我偷东西 有证据吗 独单 搜身 好 还跑 看你往哪儿跑 停 交出来 好好好 我把东西还给你们 那 东西我们可以不要 为什么呀 少爷 我还可以给你足够的钱 让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不用再去做小偷了 我才不信呢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我告诉你啊 你可别想对我动什么歪脑筋 放心 你不是想当珍珠吗 我就让你当苏珍珠 少爷 就他 你有胆量 够聪明 扮起来 绝不会比今天那个假的苏珍珠差 可是我帮你 我有什么好处吗 我一天给你一块大洋 怎么样 一块啊 太少了吧 那 两块 不行不行 最少啊 也得三块 少爷 一天三块大洋 你穷疯了吧你 现在是你们家少爷 有求于我啊 要不然我就 好 一天三块 我答应你 少爷 那要是真的苏珍珠出现了 我不就露馅了吗 不会有真的苏珍珠出现了 他十几年前就已经死了 你怎么知道 他 就死在我的面前 那 你是谁啊 我是苏家护院总管的儿子 杜淳 苏珍珠的事情 没有我不知道的 是 是 是 少爷 您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我要去都军府 把白妈妈救出来 可是您让她去假装苏小姐 她像吗 珍珠死去的时候只有六岁 没有人知道她现在是什么样子 那要是被发现了怎么办 大不了挨一顿打 让楼楼拿钱把咱们赎出来 啊 又要花钱哪 好 怎么样 哎 哎 你们两个死于衍 没见过美女啊 不能说话 不能说话 一说话 就不像了 你 哼 你叫什么名字 林子 不 从现在开始 你叫苏珍珠 是苏济祖的女儿 记得了吗 少爷 没见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轻衣 苏老爷的小妾 她因为偷东西被苏老爷赶出家门 她天性风流 贪财 珍珠不喜欢她 所以经常和她吵架 我记住了 她喜欢玉兰 动物里面最喜欢马 珍珠喜欢蓝色 珍珠在过家嫁的时候 最不愿意当我的妻子 喜欢当妈妈 打雷了 你 你干什么呀你 吓死我了 我跟你说的这些你要好好地记清楚了 记不清楚明天怎么去独居府啊 你有完没完啊 从早捞到大完 一下让我练这个 一下让我练那个 让我饿肚子还不让我睡觉 我 我告诉你 我 我受够你了 你拿了我的钱就得听我的 你有钱就了不起啊 我告诉你 本姑奶奶我不干了 玲子 玲子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 这君子一言司马难追啊 你是君子 我不是 我是女子 走开 你说 你说她 怎么了 吵架了 她怎么走了 走了好 走了省钱呢 一天三块大洋呢 懂什么呀你 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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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小姐告诉你 我不干了 玲子 对不起 对不起有什么用啊 本小姐不伺候了 一天三块半大洋 有些了不起啊 我不欺憾 四块 好 红烧的红烧肉 刚煮过的红烧肉 那好 那你以后 不许发火 不许饿着我 不许 不让我睡觉 行啊 那我 现在想吃红烧肉 红烧肉 刚煮过的红烧肉 嗯 让开 让开 让一下 看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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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泡了 别担心 有我呢 都是假的 谁怕谁呀 秦秘书 你是 是 我是杜淳 这是我们家苏小姐 这个女的有点 秦秘书 我们可以进去了吧 姐妹 里边请 今天 有些事情 要和你们说清楚 苏姬祖苏大哥 是我过命的兄弟 十多年前 全家人不幸 被土匪所害 只有她的爱女珍珠姓免一难 流落他乡 哎 当年 我只是个没用的小人啊 帮不上苏大哥 可现在不同了 我发达了 不发誓 一定要找到珍珠侄女 一位九泉下的苏大哥 高叔叔 我是 我是珍珠 高叔叔我是珍珠 我是呀 好了 苏大哥 苏大哥只有一个女 可今天 却来了九个珍珠 这里边 必然有八个 是假冒的 我不为难你们 而且还给你们一个机会 如果这八个假冒的珍珠 现在能够自动退出的话 我绝不追究 否则的话 让我们查出来 我绝不客气 来人哪 是 这三个就是苏老爷原来的小伙子 要遣阿卿 你们谁能认出他来 这一关就算过了 我是珍珠啊 清姨 我是珍珠啊 清姨 我是珍珠 清姨 我是珍珠啊 我是珍珠啊 我心然 是我 我是 清姨 我想死你了 我真的是珍珠啊 她怎么不上去啊 这个高徒俊 只能摆龙门镇呢 啊 清姨 我是珍珠啊 我 我 清姨 没想到 你又攀上高知了 她是我太太 你别认错人哪啊 她才是清姨 我认的 我认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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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打我 你打我 你偷我家里的东西 合不着我外管 我凭什么不能打你 你 这是你叫的 不是 好了 珍珠啊 现在 阿卿是我的太太 这十多年前的恩怨 就忘了吧 忘了 那好吧 那我就给高叔叔一个面子 不跟你计较 来人哪 是 把这三个假珍珠 拉出去各大一百铁子 赶出用者 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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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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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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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四个 回去休息吧 好 怎么样 今天我的戏演得不错吧 今天到底安的什么戏 怎么了 我今天演的不是挺好的吗 挺好 那你为什么要扇轻衣的耳光 你是不是故意让人看出你是假的 要是轻衣真的像你说的那样 真的苏震珠能不扇她吗 那你为什么去勾引高度军 还给高度军刨妹眼 你 勾引 你怎么能用这么肮脏的字来形容呢 再说 我当然有我自己的办法 一摆鞭子 不把我打死也只剩下半条命了 我难道还不能给自己留条后路吗 留后路啊 留后路你给高度军当小妾去啊 去啊 去啊 你 好 我愿意给谁当小妾 就给谁当小妾 你 你滚得着吗你 滚 你滚滚 好 以后 你走你的阳关道 保管我的独木桥 好 我 我 我 你 你 你这大傻瓜 大笨蛋 走就走 有什么大不了的 秦 秦副官 把太国带走 是 你们干吗呀 放开我 放开我 谢谢 好 我明天一早就到 是 没想到啊 高渡君竟然相信了他的鬼话 可是这个林子不在 我们怎么去啊 找 翻遍永城 也要把它找出来 你见过个子不高 瘦瘦的一个小姑娘吗 没看到 谢谢 你们赶紧去把林子找回来 你去那边 你去那边 你也去 快去 少爷 不行啊 都找遍了 找不到啊 不行 杜楠 还得去找 去 你去那边找 我去这边找 少爷 让我接我了 快去啊 奇怪 怎么就找不到呢 赵爷 我说我们还是回家吧 不行啊 还得去找 走 我说少爷 少爷 少爷 找到了 在哪儿呢 说是上午啊 就被秦秘书抓住 送到牢里去了 老陆 里面有熟人吗 牢房那边我已经都打电好了 我们去 别闹 你这样闹 别烦我 你要死啊 你要死啊你 你们来这儿干嘛 偷渡君 请你去渡君府小桌 骗子 我才不信你呢 杜楠 把他架起来 好 走 你们干嘛呀 走 干嘛呀你们 走 救命啊 坐下 干嘛呀你们 你 这是你三天的宫钱 一共十二块大洋 好 谢了 事成之后 我再加你五百块大洋 恐怕把你卖了也不值这么多钱吧 就算我变卖了所有的家产 也不会差你一分钱 很对不起 本小姐我 不干了 玲子姑娘 你刚才在哪里 竹军府大佬啊 你闯荡江湖这么多年 不会连知恩图报这四个字 都不明白吧 原来你救我 是有目的的 好 算你狠 这次我把人际还给你 以后我们 各不相欠 夫人家的院子真是好大好漂亮啊 这是你家 别打击小怪的 我好久没有回家了 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啊 我 我好想家呀 苏小姐 请 珍珠啊 真是给你预备的房间满意吧 满意满意 谢谢高叔叔 杜先生啊 你的房间就在隔壁 要不要去看看呢 高杜君 你以后叫我杜淳就可以了 房间我就不去看了 只要珍珠觉得满意就好 以后有什么事情 你们就找秦阳秦副官就是了 好 那我就走了 高叔叔啊 我送您出去 慢点啊 好好好 走走走 看看这个院子有什么变化呀 挺好的 没有 还漂亮吗 还漂亮吗 珍珠啊 没摔着吧 我没事高叔叔 谢谢您 您看我笨的 以后要当心哪 嗯 还有什么事吗 我听说 您把白妈妈接来了 我 我想见见她 你看 我都十几年没见白妈妈了 而且 她是我现在唯一的亲人了 我 我每天做梦都在想她 我真的好想她 我 我想见见她嘛 好好好 别哭了 别哭了啊 干什么呢 哎呀 珍珠这孩子啊 太可怜了 知道的 你是在安慰孩子 不知道的呢 以为你又在沾花惹草 你这 身正不怕影子鞋 脚正不怕鞋子歪 你这个小贱人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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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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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假冒我 不想活了吧 也不看看你那乡下丫头的德性 像个小姐吗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姑娘 我这么说话 我还打她呢 你 你怎么欺负人 欺负人呢 你给我起来 你没事吧 你凭什么大人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这个事我还非管不可了 那我今天就非打她不可了 你敢打我 我 放手 好 我不跟你计较 热闹很好看对吧 苏小姐 苏小姐 该把我的镯子还给我了吧 什么镯子啊 你认错人了吧 想不到啊 一个小偷摇身一变 居然成了苏家大小姐 杜淳 你找这么一个人来冒充我 你 您也太不了解我了 你根本就不是镇珠 我对你 谈不上了解 杜淳 你怎么这么说话 老爷带你不忙 小姐一直惦记着你 你 你太伤人了你 苏管家 这话恐怕轮不到你来说吧 你 走 把她偷东西的事情告诉东军 看都军怎么处理她 对 这个丫头分明就是一个小偷 秦秘书 你有什么证据吗 她前几天偷了我的怀表 我好不容易才把她抓了回来 可是一天的时间她就不见了 秦秘书 您还记得 那天她在偷您怀表前说过什么吗 她说她叫苏珍珠 高叔叔 那个时候我跟着杜淳逃了出来 在路上我们遭土匪抢劫 还把我扔进了河里 我浑身湿漉漉地跑了上来 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 后来我就被一个恶霸给骗了 他把我灌在一个黑乎乎的房间里头 拎着我去骗人 偷东西 他爱打我 珍珠多可怜啊 这么多年受了多少苦 秦秘书 您不但不联系珍珠 还把她拒之门外 后来我长大了 那个恶霸 他想对我图谋不轨 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了 直到高叔叔您在找我 我就赶紧跑到独军府来想偷奔你 可是 可是这个势力小人 他不但把我拒之门外 他还下那么重的狠手 把我打了一顿 要不知杜淳经过 我早就被他打死了我 这事还得请独军您做主啊 秦副官 搬弄是非 我扣你一个月的金饷 下去吧 是 秦副官 长了一对狗眼睛 让你受委屈了 珍珠啊 这件事情我看就算了吧 你在房间里老是待着 别出来 可是 原来是杜少爷啊 杜少爷 您有什么事吗 我想和 杜少爷 想和什么呢 我想和苏姑娘打声招呼 您知道 我们是旧时 杜少爷 珍珠刚刚受了惊吓 现在正在睡觉 不太方便吧 这样 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杜少爷 刚才的事真是谢谢您 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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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少爷 走好 不送了 那我就先走了 我 杜春 你给我站住 你拿枪干什么去 你放手 不然你放手 你跟我 你跟我 你跟我下 你放手 把枪给我 把枪给我 你 你别管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说话呀 到底怎么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倒是告诉我 也好让我有个心理准备呀 那个张有才 就是朱老八 朱老八 朱老八 他是谁呀 就是血系苏家的土匪 他杀了苏家 上上下下二十几口人 杀了我父亲 杀了珍珠 你刚才拿枪 就是准备去杀了他 对吗 我成了他十几年了 我 等等 你好好想想 如果你现在杀了他 高杜军会放过我们吗 我们还怎么救白妈妈呀 等我把白妈妈救出来 我一定要杀了朱老八 报仇的事情 我们需要从长计议 你怎么回事啊 连个乡下丫头都赶不走 敢来冒充苏珍珠的人 哪里是个乡下丫头啊 反正你记住了 不管别人怎么说 你咬紧了牙关 就说自己是苏珍珠 哎 那个杜淳 说是苏珍珠小时候的玩弹 她要是问起我来 我该怎么回答呀 你就躲着她 你就说你恨她 找人来冒充你 反正不能跟她多说话 那白妈妈要是问起来呢 你就说你忘了呀 嗯 知道了 好了 赶紧走吧 小心被人发现 这两个月的时间就要到了 如果再找不到叶明珠当眼睛 这条龙可就真的上不了天了 杜君 还有十天呢 您别着急呀 哎 再说了 咱们不是还有个韩非烟吗 韩非烟 不过是个记忆 让她来冒充苏珍珠 能行 在我的调教之下 您还不放心啊 你说 这万一四个苏珍珠里头 有一个是真的 那可怎么办呢 那更好了 一旦白妈妈要是不交出叶明珠 那我们就杀了苏珍珍 哎呀 我还是 杜君 您还信不过我呀 信得过 信得过的 我还以为您看到漂亮的小姑娘 就把我给忘了呢 哪能呢 你为我做出那么大的牺牲 我一辈子都会记得的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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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叫凌子 你呢 我爹一会儿就回来了 你就别再演戏了 你爹 他就是朱老八 你怎么知道他是朱老八啊 我当然知道 朱老八去杀杜少爷了 杜少爷不会有事吧 不会不会 杜尘啊 他强着呢 我都说完了 该你了 我不敢 那 我就来猜猜看你是谁 你是苏珍珠的天生丫鬟 袁秀 对吧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杜醇告诉我的 她说 你特别老实 苏珍珠小时候犯了错 都是你一个人来扛 当年 杜老八血洗苏家的时候 杜尘带着苏珍珠翻墙逃走 可是来不及救你 可是来不及救你 眼看着你被朱老八抓走了 这几年 杜春一想起这些事 就觉得非常的内疚 杜少爷 他还记得我 他还记得我 这些年 你过得还好吗 杜老八说 只要我拿到叶明珠 他就给我自由 这土匪说的话能信 母猪都能上树了 我看 他们也打得差不多了 我再不去看看 该出人命了 你 打了这么半天了 你们俩不累啊 我们还是坐下来好好谈谈吧 你们俩不打了 不行吗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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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小姐 出什么事了 吉密说 没事没事 我刚做了个梦 有点害怕 你怎么会在杜少爷的房间呢 这个还用说吗 没事就好 二位早点休息吧 前秘书再见 我 小偷鳞子 冒牌的苏珍珠 你 朱老八 当年血洗苏家的凶手 你带来的那个假苏珍珠元秀 只不过是苏珍珠的丫鬟罢了 而外面还有两个假冒的苏珍珠 一个是高都军和清姨找来的 另外一个是苏丰找来的 我们都是假的 很简单 目的只有一个 都是为了夜明珠而来 你想说什么 我们互相都知道底细了 所以 也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 现在 我有一个建议 我们一起合作 先把那两个苏珍珠 踢出局去 要我跟他合作 绝对不可能 现在不是要你跟他合作 是我要跟他合作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那我就去告诉高都军 说我是冒牌的 凌子 听数据之后怎么办 那就剩下我和袁秀了 我们以后就各显神通 谁也不打搅谁 不过 要是袁秀赢了的话 那我可就 什么都落不着喽 那 杜先生怎么办 这个你放心好了 交给我来办 你 可以回去了 好 你到底怎么想的 当然是拉拢联盟了 你想 现在就凭你和我的能力 根本对付不了朱老八 而且 白妈妈还没有救出来 如果你先撬辫子了 那我们还怎么救人呢 所以 我们必要沉住气 正所谓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看来我还真把你看简单了 什么什么 我 我本来就那么简单 我一直就这么简单 我做的所有的一切 纯粹就是为了钱 我累了 我要回房间休息了 你也早点睡吧 好 好 好 周围 里面请 好 周围都来了啊 坐坐坐坐坐 坐 坐坐 各位住的还习惯吧 都君府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不要客气 尽管说出来 高叔叔您客气了 都君府上下对我都很好 就是厨房的菜有点太油了 好 亲夫官 告诉厨房 以后菜要做得清淡一点 知道了都君 事还真多 你有什么要求啊 尽管提出来 我一定会满足你 高叔叔 你想得太周到了 我很满意 不知都君叫我们来有什么事情啊 是这样的 为了辨别真假真猪 本都君今天就要得罪你们了 要对你们进行三个测试 谁通过这三个测试 谁就能去见白妈妈 这白妈妈呀 是你们的奶妈 最终还是要由白妈妈来认定你们 我想各位不会有意见吧 没有 高叔叔 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高叔叔 高叔叔 我相信你 那就好 那就好啊 你们四个跟我来 二三OUR �� 这第一是苏珍珠十五年前的房间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原样会服的 但是唯独少了一件苏珍珠最喜欢的东西 你们现在仔细看看这个房间 一会儿回到大厅把答案告诉东军 好了 开始吧 这么说是冯老板送珍珠去了英吉利 是是是 冯老板真是个好人 他把苏小姐当成亲生女儿一样 真是个好人哪 是是是 夫人 你们看完了 看完了 好好好 坐坐坐 你们四个人现在就把答案写在纸上吧 我让你寻找一个有些人 我现在就把苏小姐让你去过去 我让你去过去 帅哥 我让你过来 他让你过来 我让你过来 你们呢 我 我不会写字 那你就是假的了 我都忘了 珍珠五岁的时候 就会默起唐诗三百首 这两个字怎么能拦得到她呢 我 杜鹏大人 这事怪我 因为我穷啊 珍珠从小跟着我下地做农伙 没迁供珍珠小姐上学 真的 都怪我 情有可原 好了 站起来吧 谢谢 谢谢 你过来悄悄的 告诉我屋里缺少什么东西 蜂蜂 蜂蜂 那你呢 我忘了怎么写字 我还忘了我自己的房间是什么样子 不过 我是真的 那其他人怎么都记得 因为他们不是我 小的时候 我爹爹为了保护我 我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的床前 这些年以来 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 要忘记这件事情 想着想着 我竟然真的忘了 你这是狡辩 来人 倩怡 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 她的家人死在她的面前 这对她是多么大的刺激 你不能强求她 什么都记得起来吧 杜淳说得有道理 可是 阿杰 我看就算了吧 这次 他们都算过关了 都过关了 我告诉你珍珠房间里都有什么了 你就是不听 我知道的 不就是你送给苏珍珠的风筝吗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所有人都说了 那还有什么意思吗 你 好了好了 你别生气了 我们今天不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吗 哎哟 放心了 我 我保证 我一定能见到白妈妈 哎哟 相信我啦 少爷 第二个测试 第二个测试 还有使命 还有吗 这个ool silence 还真特意 aaa 所以 别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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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个冒牌户 高队军 我家小姐从小就怕鸡毛 您看得很明白吧 我给过你机会 你这是自己找死啊 杜军 你答应过我 再说一句 我毙了你 来人 把他赶出去 是 杜军 杜军哪 杜军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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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不用再演戏了 对对对 我刚才入戏太甚了 你说 这赶走了一个 还剩下一个 看来这次 不得不和朱老妈合作了 你说是吧 你怎么了 我 我没事 没 没事 不舒服吗 屋里太热了 太 太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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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 好 神神道道道的 下面一个测试是 报告 让他们进来 是 阿清啊 等一下 高渡君你好 我是北平警察总署的姜维南 这是我的证件 江警官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们接到通报 我们有一个被通缉的诈骗犯 在渡军府 所以我们赶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冯小姐跟我走一趟吧 江警官 江警官 您认错人了吧 冯小姐 我跟你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好吧 就算我是你说的那个诈骗犯 可我还是苏珍珠 你还想骗我 苏珍珠可以是乡下姑娘 可以是青楼女子 可以是市井偷儿 为什么不能是个骗子呢 冯小姐 据我查证 您的老家可是在北平 是由北平大石烂的渔婆接生 您的父亲冯小 是个落魄的八旗子弟 现在在警察局等你 你们把他怎么样了 你的父亲一直强调 银行欺诈案 是他个人所为 跟你没关系 他怎样 还不得看冯小姐你呢 我们走 江警官 多谢了 这是我们该做的 打架了 来人呐 送江警官 是 警官 这边请 今天就这样吧 好 你们 先回去休息吧 他朱老八黑道上人脉广 假珍珠的底细 他自然一查就清楚 现在 就剩下我和袁秀了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我看看 这是珍珠做的荷包 巧妻鬼 这苏小姐呀 这苏小姐呀 也真够笨手笨脚的 你的荷包 居然能秀得这么难看 丑死了 这是珍珠六岁的时候 第一次做的荷包 已经不错了 你拿着 这个破荷包 我才不要呢 这不是破荷包 这是珍珠做的荷包 哦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喜欢 那个苏珍珠 对吧 人都死了十几年了 你还说着 他那个破玩意儿 当宝贝一样 天天看 傻子都知道 是怎么回事喽 是啊 都十几年过去了 对了 那个苏珍珠 是什么样子的 能让我们的杜大少爷 过了十几年 还对他念念不忘 他特娇气 又爱逞强 而且特别爱哭 一哭起来惊天动地 一刻都不停 这么说起来 这个苏大小姐呀 还真是够可怕的 杜君 我说我 白妈妈 珍珠来了 好好认认 白妈妈 您老了 白妈妈 好久不见 你们说 你们是小姐 有什么平正啊 白妈妈 陈小九 走一步 摇一摇 走两步 摔一跤 走三步 吊池塘 白妈妈 您还记得吗 记得 这是小姐和杜淳那个坏小子 偷偷编来取笑我的 白妈妈 你还记得吗 有一年 杜淳涨水痘 您不让我跟她玩 我就把您的绣花鞋呀 偷偷地扔到风坑里了 记得 记得 其实 白妈妈的粉碎项链 不是轻仪偷的 是我偷了 偷偷放在轻仪枕头下面 诬陷轻仪的 原来是你这个臭丫头陷害我 那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陷害你吗 有一次 我和白妈妈上街 竟然看到你和一个男人 抱在一起 那时候 我爹爹还卧床不起 白妈妈不让我告诉我爹 所以 我气不过 我才把白妈妈的链子 放到了你的枕头下面 你 阿卿 这些事情也不算什么大秘密 还有吗 这是我六岁的时候 您给我做的 我不喜欢红色 还给您生了半天气呢 这是我给小姐做的 没错 白妈妈 你还记得这个荷包吗 这个 是我六岁的时候 刚学会支线活 做的第一个荷包 那时候 杜淳嫌我做的太难看了 我把她剪烂了 还是您帮我把她缝好的呢 杜淳 杜淳 她好吗 好 她正在外面 等着见您呢 还有吗 我有个秘密宝藏 藏在后花园 对 我知道那个地方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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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找到了 找到了 白妈妈 您看 这是杜淳送给我的生日礼工 我一直把它藏在假山上的洞洞里 你臭丫头 偷我东西 干什么 东西是我的 还给我 姑娘 你别装了 从你拿出荷包的时候 然后我就知道你是杜淳掌的人 不和白妈妈 我才是真的珍珠 你不要相信她 姑娘 珍珠的事情杜淳都知道了 但只有这个秘密宝藏 是我和小姐共同的秘密 小姐没有告诉杜淳 不 我还告诉了她 姑娘 你把这个还给杜淳 帮我转告她 说珍珠回来 可是不再是以前的珍珠了 让她把过去的事情都忘了吧 别再来找我们了 高杜淳 杜淳也是我从小看到大的 他是个好孩子 不过是意识鬼迷心巧 希望杜淳看在我的面子上 孩子的份上 就别再为难他们了 好的 不行 阿卿 看在白妈妈的面上 这事就算了吧 你堂堂一个独军 能说话不算话吗 阿卿 人家是劫后重逢 这是好事 咱们打打杀杀的多不激励 独军 算了算了算了 秦副馆 在 把他们赶出府去 是 这么说 白妈妈是故意不认你的 嗯 我猜 是这样 白妈妈当时把荷包交给我 就说让我们不要去找她了 少爷 白妈妈的意思是 不让我们冒险 白妈妈救不出来 朱老八还藏在独军府里 这样子 对我们确实是麻烦事 高都军想要夜明珠 朱老八也想要夜明珠 我猜 他们迟早会火冰起来 我们一定会有机会的 嗯 曲名珠 不 收好他吧 大情圣 这次不比上次 很危险吧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去呢 为了你啊 我 说实话 你 喜不喜欢我 我 傻样 我跟你开玩笑的 你还当真了 能把白妈妈救出来 我在家里一千块倒影 不 这次我不想要钱 我想要 大金龙 好 就给你大金龙 站住 站住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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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还要回想法 就看看 是 打 我狠狠打 救手 高度子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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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高度子 好 李子姑娘 杜君 你醒了睡得好吗 不好 我浑身上下都疼 这儿疼 这儿疼 这儿也疼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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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搞的吧 杜君 他把我给撵出来了 太不像话了 太不像话了 杜君 我以后可是走投无路了 我 我连死的心都有了 你可不能死啊 你这么漂亮的姑娘 要是死了 那太可惜了 那 那 那人家该怎么办吗 有杜君 我呢 这事儿好办 别的事 阿姐 阿姐 您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你这个箭丫子还敢回来 我打死你 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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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点 你冷静点 给我走开 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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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你 你还问我 白妈妈不是说 找到苏珍珠 不就交出叶明珠吗 好啊 苏珍珠找到了 叶明珠呢 你 你 你找什么急啊你 你只要手上有苏珍珠 你还怕是交不出叶明珠吗 我可你现在心思 根本就不在叶明珠身上 全在那个小妖精身上了 我 你 你 你还有完美啊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你烦不烦哪你 你都忘了以前是怎么求我的了 是 是 是 我是答应过你一辈子对你好 可那也不能说 我一辈子不能喜欢别的女人哪 那皇帝还有三宫六院吗 不是 没事 不用打理她 咱们接着说 杜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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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跳壶了 她都跳了好几次了 那是瞎唬人哪 这回真的跳下去了 什么 烦死了 不妙啊 高都君找苏珍珠 就是为了威胁白妈妈 再这样下去 你我性命 堪忧啊 谁啊 我呀 你 你怎么来了 我自有办法 怎么着 你们俩搞不定白妈妈吧 你怎么知道 我当然知道了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其实呢 在白妈妈的心里 早就认定我才是真正的苏珍珠 她怕把我卷进来 受到伤害 所以 才把我赶了出去 认了袁秀 那杜鹏知道吗 杜鹏那个傻瓜 她以为我假扮苏珍珠失败了 还把我赶不出来 可是 她一点都不知道 以明珠的下落呢 白妈妈只会告诉我一个人 而且 必须在她觉得我安全的情况下 才会告诉我 那 你的意思是 很简单 我们只要把白妈妈弄出都军府 然后 把她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们 不就知道叶明珠的下落了 这个 不好办吧 只要 我们能通力合作 就一定可以办到 好 报告 进来 夫人 您的信 这小子 脑筋冻到我头上来了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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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您 坦白了吧 林子是我派去的 这叶明珠我也是志在必得 您要是帮我呢 咱们就好商量 您要是不帮我 这林子姑娘的手段 您也不是没见过 你让我怎么相信呢 轻衣 您是看着我长大的 我的为人 您也清楚 和高都军比起来 您更相信谁 好 他不人 也就别怪我不义了 叶明珠我不要 我要他的大金龙 他想当皇帝 下辈子 轻衣真是爽开人 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要我怎么做 来 杜军 杜军您坐 你这么着急找我来 干什么呀 杜军您先坐下吧 我有好事跟您说 说吧 什么事 杜军您先坐下吧 坐下 杜军 我知道我年纪大了 伺候不动杜军您 也该给杜军您找个小的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杜军 我看啊 咱们选个黄道吉日 您就把林子给取了吧 这么让人家不明不白地住在府里 人家看了当笑话的 你说的有道理 坐坐坐坐 来来 杜军喝酒 好喝酒 喝酒 杜军 你把我这一杯也喝了吧 这一杯也喝了 喝了 好好好 喝 杜军晕过去了 咱们赶紧走啊 阿清 阿清 是我 珍珠 这是怎么回事 白妈妈 您还记不记得 在我父亲过世之前 曾把我们祖传的一明珠交给你了 现在 我为了救你的命 已经把一明珠许出去了 您得把它交给我 一明珠 没在我这里啊 白妈妈 现在情况这么紧急 救人一命 胜过积极浮屠 更何况 这一明珠 被写到好多人的性命呢 您就别骗我了 是 是救人命是吧 那老爷知道了 也会同意的 对对对对 别磨蹭了 快走吧 白妈妈 你先好好想想 一明珠 你放哪儿了 我藏在老爷坟墓的附近了 那你现在还能找到吗 十几年了 我有点吃不准啊 好 那我们马上过去 元秀 你快点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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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军 这么晚了 你又去哪儿 杜军去哪儿 还用向你报告啊 杜军 现在这么晚出去太危险了 要不要派仙人跟着 对 安不安全 杜军自己还不知道 开车 好 老爷 我带着小姐来看您的 爹 女儿不孝 带你来了 叶明珠到底藏在哪儿呢 这时间都不早了 你快说呀 少爷 天亮之前我要还不回来 你一个人回去 带我去把少爷记住了 小心啊 就在这里 嗯 就在这里 嗯 嗯 好 叶明珠 鬼我啦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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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阿卿啊 真没想到 居然背叛我 杜军 你别忘了 你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那可全是我的功劳 我得到了什么 我全心全意地为了你 可是你一次又一次地伤害了我 我今天这么做 那都是你逼我的 好 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 你走吧 你放我走 轻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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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混蛋 轻衣 阿清啊 不是我狠心 我是最不能容忍别人背叛我的 她是你的妻子 你怎么能杀她 拿盒子拿来 独居 给你 好 干得好 小秀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变成什么样子了 你怎么能背叛我们 我一直都受人欺负 在苏家 我只是一个端茶倒水的小丫头 在土匪窝 我 我是个任人蹂躏的玩物 现在 我终于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了 高度军答应我 拿到一鸣珠之后 她就娶我 你这个死丫头 居然敢出卖我 就是你 就是你 这些年 我生不如死 喝你的血 吃你的肉 小秀 小秀 看在这么多年的情分上 你就饶了我吧 走 别动 动 动我就打死她 开枪 滚 滚 站住 小秀 别跑 站住 站住 开心了 站住 站住 小秀啊 小秀 小秀啊 小秀 起来 劲 野豫猪在哪儿 不知道 我说 我说掐死你 住手 你把白妈妈放了 药多事钱我都给你 我要钱有什么用 我要当皇上 住手 我知道一鸣珠在哪儿 你不要伤害白妈妈 你还想骗我 杜军 把荷包给我 快点啊 你要的一鸣珠 就在这个荷包里面 我不相信你的鬼话 这是我父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你想要 问他去要吧 你不相信你的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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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妈妈 小姐啊 你让我找得好苦啊 白妈妈 别哭别哭 我们现在是劫后重逢 应该高兴才对啊 是 别动 你无论 他还是我的 你还真得谢谢你 还多了个大金龙 把交扔了 袁秀 死的临头 还想骗我 少爷 快来救我呀 少爷 哥妈妈给吓死了 怎么回事啊 杜楠 你怎么被压在下面了 我是用袁秀的尸体下诛老八 所以 少爷 你没事吧 白妈妈 我没事 现在场江大水 政府努力 灾民遍野 我看这个大金龙 我们正好可以走来救救败民 赵总我议 少爷 我还没紧勤呢 这个大金龙就跟我取先用吧 你这小财笔 快把大金龙给我 我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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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救我了 我还好找到我的东西 你还想办 这才精彩都能找我 我还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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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 我还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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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我不願錯過 哪怕飛舞淪落 纵然心殘夢 隨天地嘲諷我的執著 不願做過客 要與你相擁交錯 含笑尋責於 紅塵雪中的沉默 無悔承諾 紙入雪中的碜